好我們看範例二這題 他說已經給你橢圓的這個什麼 定一式的對不對 那麼他相當於說你的動點到一一 還有到這個五四 這兩個點的距離合是k 那你看這邊看圖就知道了 好我們假設啦我們畫個簡訊 如果這個點是一一 然後這個點是五四的話 你告訴我這個動點 要怎麼樣才會形成這個圖圓 其實很簡單很好想 如果這個動點畫在這邊的話 就是p在這邊的話很明顯的 這兩個相加一定怎麼樣 應該大於第三邊吧 因為這個很像是個三角形 也就是說兩邊之合應該大於第三邊 那這兩邊之合這兩個相加7是誰 就是k 的意思 懂我講的意思嗎 就是k 的意思 所以這兩個相加應該要大於這段距離 所以怎麼算的這個k k 肯定要大於誰 也知道嗎 大於這個根號 一一跟五四就是 五減一的零方 還有四減一的零方 這樣子 所以等多少這個等於 五 這樣子會來齁 這個指的是五嗎 這個距離是五 會把這個三比四比五 所以k 肯定大於五 然後如果是線段的話呢 肯定這個p點就是零 這中間之間 懂嗎 所以剛好k會等於五 然後如果沒有圖形的話呢 就很簡單 k 一定怎樣 小於五 這樣會來齁 OK 好 這個你把我寫上去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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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